来自北中南东 慈济医疗志业七家医院 共30多位医师起居一堂 学习前人脚步建立友善医疗环境 为病患谋求最佳照护 我们说他三之十可以工作 不一定他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 可是他怎么样去克服种种的困难 怎么样去开发新的领域 这个都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来自台东关山慈济医院的 中医科医师周慕凡 封城普普七个多小时的路途 课程的内容让他有更多的前进动力 不管是院长级的前辈 还是其他在各个院区工作的大前辈 就是在解决问题的时候 你的思考面向必须从多方面去思考 也许甚至从反方面去思考的话 你才会找到更好的解决方式 我在这些前辈们的身上都学到很多 医疗经营管理不易 唯有新火相传 将承担使命传承下去 一代接一代才能创造 更稳健踏实的永续发展 大海新闻嘉义大林综合报导 接我还是继续发展 起码子 遗憾